你敢吃 假如吃一顿 周末吃一顿饭 你真的是要跑一天 你才可以把那个 热量跑出去 什么没听懂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每周一早上 真的会称称 称称不是按筋来算 是按两 就那个真 假如你 假如说你九十 你偏到八十九一点点就瘦 你可能多一点点 你就 就觉得 胖了就不行 老师就会发 发 那所以你们吃了以后怎么办呢 跑呀 你吃多少 你就运动多少 这也太惨了 这个行业 然后我们在学校看到老师 真的是 手里面只要拎的是矿泉水 或者怎么样的 特别的真大光明 就捧在手上 要是拎个饮料 还是碳酸饮料什么的 马上找垃圾桶就扔出去 天哪 可怜色的 要不然你得运动啊 所以好多好吃 你都没吃到 偷偷吃吧 就是我 偷偷吃 偷偷吃 吃一些那种 不太会压秤的 比如说面包就比馒头要轻 那我为什么不吃面包 你真的有经验了 真的有经验 就一定要在那一刻选择 一定是很轻的 但是有饱腹感的东西 就不能选择那种 假如说煎饼果子里面 还带果子的那种 完蛋了 就算得可轻了 天哪 就是什么重压之下都有招对吧 也吃但是算得很清楚 算得特别清楚 你现在会这样吗 这个习惯 从我考进电影学院以后 又觉得太好了 我明白你改行当演员 从舞蹈演员是为了吃 是为了天天不用算体重 然后不用进到练功房 练功开始 每天几点练功的时候 六点 六点爬起来 然后半个小时给你洗漱 六点半就到超场了 跑十圈步 然后去上专业课 每天都是这样 七一年 有竞争吗 有 但那个时候从跳舞开始 我的那种竞争概念 就不是很大 因为并不是那么受关注我 永远可能都是 一个把干一个教室 可能边上站的是我 因为当时我个子小 而且在芭蕾的条件 不算是很好的 就又疼 但是又没有别人做得好看 那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呢 我想着我要来到北京 但我总得 不能回去吧 就是说就是跳不好 以后不跳主要演员了 我跳一个群舞 就是去哪儿跳个群舞 那不行 我就去当个舞蹈老师 还是得在北京 还是得在 我选择这个城市 我得先待着 那从那个之后 你分配到了北京 就是中央芭蕾舞团 对 可是这好难见 你不是说 你不是中间那个吗 所以我就觉得 中央芭蕾舞团能要我 我觉得就是用尽了 我十几岁 就是学舞的 所有的幸运和那种机遇 就在这一刻全用上了 是去要考吧 是我们会有一台 毕业演出在福州的时候 就在这一刻